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!各位,欢迎来《粤语娱乐》! 现在的胡幸宜一家五口都很幸福的,她现在已经是三个小孩的妈妈。 大家都知道了,在2005年,36岁的胡幸宜门面幸福地步入婚姻殿堂。 音乐响起,胡幸宜向那个眼里面满住自己的李承德行去,现在的眼里面已经泛起晶莹的眼泪。 这一刻,她知道自己的幸福来不易,回想和黄宗宅在一起的八年,她心如都割。 那个令自己伤透心的黄宗宅,还不知是哪个美人的身边逍遥快活,前一日还答应盛庄出席自己的婚礼。 但现在仍是没她的身影,人生总是充满着遗憾和失落,时光不会为任何一个人而倒退。 不过回顾胡幸宜的人生,黄宗宅始终是她要不过的弯。 1979年,香港一户普通的人家道,婴儿的提哭声令全家人欢喜不宜。 母亲被女儿取名为胡幸宜,对她最大的期盼都只是平安幸福的成长。 虽然家境不算富裕,但是母亲仍然会给她买最喜欢的小裙子。 直阳乐的余暉,拉奖了母亲牵着女儿的影子,不过幸福的时光这么短暂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母亲开始夜不归宿,而父亲只是拿着酒杯,一杯又一杯。 8岁的胡幸宜眨着天真的眼睛问自己的父亲,妈妈去了哪? 父亲紧紧地握着女儿的手,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眼泪不知觉感流了下来。 这一刻,胡幸宜似乎明白了些什么?母亲走之后,从来没做过家务的父亲,开始手忙脚乱地照顾胡幸宜的生活。 父亲是一名警员,白天要上班,晚上好晚才返家。 董事的胡幸宜不得不学的带人样子,洗衣服,煮饭。 在学习方面,胡幸宜是别人家的孩子,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 上中二那年,父亲因为有公务员的津贴,胡幸宜获得了留学爱尔兰的机会。 十几岁的孩子,单独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,孤独和无助可想而知。 童年的日子让这个柔弱的女生吃尽了斧头,不过也磨练了她为更加坚强。 就在胡幸宜一个人在爱尔兰加南到日的时候,一念志气的黄宗泽和张柏芝一起,拍摄了一盏柠檬茶的广告,宣告正式进入娱乐圈。 这个时候谁都不会想到,不久之后两个人会有一次非常浪漫的相遇。 留学生涯结束,反国之后的胡幸宜,成为了香港科技大学生物系的一名学生。 大学的生活平静又美好,胡幸宜憧憬着未来。没有意外的话,她会毕业,工作,结婚,之后有一个温馨的家。 但意外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生,看似一个平常的选择却改变了胡幸宜的一生。 1999年,20岁的胡幸宜,在宿舍温集功课的时候,莫名其妙地被失诱到香港小姐的报名现场。 胡幸宜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填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劇情似乎有些老套,抱着必胜信念的失诱遗陷落选。 而她却成功地晋级决赛,站上了香港小姐亚军的领长台。 本该欢喜若狂的胡幸宜,现在却压力很大,因为她身边站的是有着李家恩之后最未港姐之称的郭善理, 和郑佩佩的女儿袁子瑞。 两位港姐的绝妙风之,令胡幸宜阴淡无光,五官不协调的她被称为最丑港姐。 面对大家的嘲笑,胡幸宜没有选选退反自己学霸的舒适窝道, 而是做了一个大家都没想过的决定,暂时休学,入行娱乐圈。 她要用自己的实力证明,我得闲。 虽然胡幸宜没有怕人的美貌,但是仍然凭阿军的身份成功签约香港电视广播公司。 但是从学生到演员的转变,又怎么可以是那么热? 无贵人助力的胡幸宜只得由群演做起。 不过群演的工钱少得可怜,有时辛苦一日连吃饭的钱都不够。 游世习惯食苦的胡幸宜现在亦感到迷茫,甚至幻想了抑郁症。 那段时间似一匹马在赛跑,戴着眼罩,其他风景完全看不到。 只看到前面,不知怎样一个终点,连续转的生活让胡幸宜吃尽了苦头。 但是也是那段时间,她在剧组学到了更多的表现知识。 在公司的所有演员中,胡幸宜不是最有天分的,但一定是最克苦的,而机会总会留给努力的人。 胡幸宜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三年之后,她终于等到了流金岁月中的丁善恩一角。 这个角色让胡幸宜瞬间摆脱了龙兔的身份,而她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也从此开启。 之后一年时间旅,她出演了《律政新人王》、《上云霄》等作品,更是成为颁奖典礼上的常驻嘉宾。 而之后一部电视剧令胡幸宜家遇互晓,也令她遇到了自己心爱的人。 2005年,《我的野蛮奶奶》在香港播出,胡幸宜成为观众喜爱的女主角。 电视剧中,胡幸宜饰演的《田历》和《黄忠宅》饰演的《宁茂春》是一对欢喜冤家。 而在电视剧拍摄过程中,胡幸宜的眼神总是落到进日的黄忠宅身上,眼中尽在少女情怀。 黄忠宅更是把那个眼角含笑的女生放在了心上,不但是日常拍戏中端茶送水。 细心呵护,更是在剧组放假的时候被胡幸宜发了六百多条信息。 黄忠宅的关怀让从世缺爱的胡幸宜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 两人的心也漸漸地向对方靠近。月亮挂在树梢,他们在星星的见证下掀起了彼此的手。 沉浸在爱河中的两人,恨不得向世界宣告他们的关系。 镜头下的两人满面幸福。一个是碎气小生,一个是当家花旦。 身为荧幕情侣的两人更是得到了观众的祝福。但是此时公司却成为棒打鸳鸯的恶人。 而黄忠宅的粉丝更是将胡幸宜当作洪水猛兽。 两人被逼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,在任何场合都以朋友相称。 无数次,胡幸宜都想光明正大地幻想男友的手。但是,李志环是战胜了情感,她不可以将男友的前途当作仪器。 为了明正言顺底同进同出,胡幸宜斥之三千万,买了黄忠宅楼上的楼。但是,作为藉口的楼自然无人居住。 胡幸宜成为了黄忠宅楼事实上的女主人,被对方做爱心早餐,把家整理得乾乾淨淨,而你一打数就是八年。 黄忠宅更是把胡幸宜捧在左手心上,不但被胡幸宜买车,买楼,得知胡幸宜喜欢水晶鞋。 他就在过生日的时候,送上独一无意的水晶鞋。从来没当众说过我爱你,但所有人都知道我爱你。 如果两人一直那么相爱下去,迟早步入婚姻殿堂。 胡幸宜亦在幻想着这一日的到来,但有了名气的黄忠宅开始不安分起来。 最后两人仍然已分手告终。近段时间,胡幸宜和好姐妹胡定欣、王志文、李思华以及姚子玲,在国外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,可谓忙得不可开交。 虽然在国外开演唱会,但演唱会门票却是一窗而空。 胡幸宜的丈夫李承德更是化身贴身保母,全程陪伴在老婆身边。 不知不过,胡幸宜和李承德已经结婚8年了。 最近,正好是两人结婚8周年纪念日,李承德都在社交媒体上晒了两人的合照。 再受了一波恩爱,李承德分享了一张,两人8年前影的婚纱照。 相众,两人亦住光臂贴臂。 虽然看不清楚两人的面容,但两人的轮廓清晰可见,非常浪漫,有氛围感。 在2015年尾,胡幸宜宣宣分李承德。 当时外界都很震惊,毕竟李承德是他的好姐妹李思华的前任男友。 很多网友都在这么说,不用尴尬嘛。 现在回头再看,外界的担忧是多余的。 因为每次胡幸宜和姐妹聚会,李思华和李承德几乎都无避嫌。 两人亦时不时会同宽合照。 所以两人当时亦是和平分手,分手之后,再见亦是朋友。 不得不敢叹,时间真是很快。 自胡幸宜和李承德在2015年宣结婚之后, 她和TVB的合约也顺利到期,她选择离残发展。 转眼就过了八年。 二几年,胡幸宜的事业重心全部投放在内地, 在内地拍剧,参加各种综艺节目, 甚至好火的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。 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,她都有参加。 算是近些年来,去内地发展的TVB艺人中,很成功的一位。 众所周知,胡幸宜和李承德结婚之后, 夫妻两都一直努力做人。 她分别在2017年、2019年和2021年年年生了三个儿子, 所以一度被外界调刊,命中缺女。 结婚六年生了三胎, 夫妻两的效率还是很高效的。 在今年上半年接受传媒访时, 胡幸宜也曾向传媒饮食, 可能会追生第四胎, 因为想生一个女儿, 臭成好字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在2021年, 胡幸宜生了第三胎不到半年后, 她就火速宣伏出了。 而且当时她还是去内地开工, 雕下了不到半岁的儿子。 胡幸宜之所以这么努力, 是因为家里需要用钱。 网友都在网上, 毕竟家里有四个人等着她去养。 可能关注胡幸宜和李承德的孩子都知道, 二几年李承德已经多次被捕出食软法, 是假富商的新闻来的。 两人结婚的时候, 外界曾爬出李承德是猎头公司老板, 同时也是酒吧老板。 但之后传媒爆料, 李承德只是酒吧老板, 并没有多少资产, 甚至还不与胡幸宜有钱。 面对传闻, 胡幸宜和李承德多次进行否认, 但外界对于两人的说法, 似乎并不相信。 因为时至今日, 仍然有新闻在爆料, 李承德在食软饭。 不管怎么说, 胡幸宜和李承德结婚半年, 那情仲那么稳定, 确实都很难得。 胡幸宜经常都会在社交媒体上, 分享一家人的合照, 一家误口看起来非常幸福。 最后, 都再次祝福胡幸宜, 李承德结婚八周年快乐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 我们下期再见。